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Chris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比特幣 最近去到已經四千多元 或者大家都想 哇 之前都可能聽過比特幣是甚麼 但今天我不是想跟大家說比特幣 我想跟大家說它底層區塊鏈 因為相信大家都不太認識比特幣 或者不太認識甚麼 今天我嘗試跟大家用一個簡單的方法解釋 日本人他研究比特幣的東西 而比特幣它的底層技術就是用Blockchain 究竟它是甚麼呢 本身它其實有幾個屬性 因為比特幣開始到一個項目 大家都相信用這個東西 它是沒有中間管制的 而甚麼沒有中間管制呢 舉個例 比特幣是一個貨幣 它是一個貨幣 發明這個貨幣的人 它不是一個體系 它不是一個銀行 但現在大家都相信信任這個東西 其實它有個屬性就是沒有中間管制 但是大家都相信這個計程 可以確認每個貨幣 第二個屬性就是很高的保密性 而保密性是如果某個人去改了一些記錄 每一方都可能在裏面都可以知道 究竟是哪個改了 第三 它是一個Smart Contract的技術 其實是甚麼呢 它是一個計程 聽到是Contract Smart 這兩個字 聰明的Contract是甚麼呢 舉個例 譬如是燃縮公司 燃縮公司的保單 它是一個Contract 你認同我這個計程 我每個月用1000元 而保障了我 如果將來萬一發生了一件事 如果我有甚麼意外 或是甚麼呢 可以幫我Cover 承擔了我這個意外的保險 這個是一個Contract 這個就是它的Smart Contract 好了 我現在想跟大家說一說 逐一去剛才說的屬性 一個Point就是剛才說 無中間人 管制 現在你想像得到有甚麼 體系或是甚麼公司 會真是 是一個中間人的角色呢 我舉個案例 你聽過KKBOX也好 Spotify也好 它是一個中間人 幾個Party 第一個Party是一個 音樂人 聽聽眾 通過Spotify 而這些藝人會加入這些平台 相信平台 如果有人聽了這首歌 我會在當中收到一些委託 而聽歌的用家 他會覺得這個平台是相信的 或者是KKBOX 而我給每個月50元 那我就可以聽到這個平台 如果用了Blockchain 去做一個無中間人 無中間人的音樂平台 那會發生甚麼情況呢 就是這些藝人不再需要 加入Spotify和KKBOX 而他們也都相信 這個Blockchain這個計劃 他會幫我收到平台 當用家 即是聽歌的聽眾 他如果每次聽到這首歌 我就可以透過這個計劃 他自動做了我和Bchino 我是一個藝人 跟他聽歌 我會直接可以收到這個平台 那我不需要通過Spotify 這就是沒有中間管制的概念 第二 他是一個信任的平台 他是一個很保密 而高私隱的平台 有甚麼會發生 有些情況發生 舉個例子 例如Facebook 你現在寫你自己的平台 這是一個檔案 我是叫做Chris 我今年三十多歲 我或者是男性 我住在香港 然後我分析這個平台 或者分享給我朋友 或者我一個不懂得認識的人 他會說 原來Chris有張照片 香港出身的 這個對方 他不認識我的 他怎樣相信我 他相信Facebook 但他可能說謊 可能他這個檔案是假的 而中間沒有一個政府 沒有人管制他 他究竟在檔案裡是否真還是假 如果當Blockchain有這件事 當做一個平台 大家都可以trace 之前 原來Chris在Facebook 那裏寫了這個檔案 是個人字的資料 對方也可以 通過這個Blockchain 區塊鏈 去trace之前 原來有一個體系 認同了Facebook 原來Chris在Facebook的平台 你的平台資料是正確 大家這個資料 大家都可以分享得到 大家可以看得到 你可以選擇看不到 其實可以選擇看不到 不過我不說這個主要 但是這個概念就是 大家tracebook的平台 相信這個檔案是真的 而保密性是每個部分 自己去理定 接著就是講 那個smart contract 例如我是一個 剛才說 Eson City 我一個保單 我會相信 一間偶武的保險公司 我會加入保險 因為我相信我放些錢 他會幫我管理這個風險 還有什麼是用得到 據個例子 一張帳戶都是我的合約 我寫一張帳戶 我開一張帳戶 是某某銀行的 我將這張帳戶 我寫一千元給這個人 那行銀行 銀行對方收到那張帳戶 就要行銀行 行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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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銀行銀行 行銀行銀行 行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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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Initial Coin Offering 它最後都是搶回去以太幣 那會出現什麼情況發生呢 有很多他們想到的看法 剛才說的Spotify 即是無中間人管理的平台 今天就和大家講了Blockchain 區塊鏈是什麼 大家可能都會咬頭 究竟我們會看到什麼 將會未來 會有什麼體系會replace 或者會有什麼公司replace 不緊要 今天我想跟大家帶出一個point 既然如果現在大家都相信Bitcoin 而大家相信Blockchain 這個技巧 大家可以聯想到 將會有什麼體系 將會有什麼公司 剛才說的 Swotify 現所公司 政府 總之有中間人的體系 都可能會被這個技巧replace 而這個技巧就像我們當日 有網絡一樣 而這個浪 這個新科技的另一個浪 我覺得是比我們在網絡更大 因為它是說我們每個人發生的 總之有交易的東西 都可能會被Blockchain 這個技巧replace 而一些公司 一些沙粒 他們開始聰明地去運用Blockchain 而聯想得到有很多新的方案 這些方案 接下來我會講一個貨幣 它叫做以太幣 以太幣是什麼 但是大家相信有很多疑問 對Blockchain 也好 對Bitcoin 或者對以太幣 不要緊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問 或者留言 在我們下面的YouTube 留言 或者Facebook 留言 如果我們想再深入探討 Blockchain 或者大家可以在我們YouTube 下面留言 或者Facebook留言 如果大家想再多聽一點 就給我們一個Like 我們下次再深入探討 好了